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 在新浪微博上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博主他自己的工作 就是做外贸的 然后跑工厂的 他提了几个问题 就是从实操的角度来讲啊 还是那句话 你如果是一个两个 几百个这种 而且呢 不是那种是那种比较大支的机器 不是比较小支的这种机器 那可能是一种操作方法 那你现在 假设我们讲几种场景啊 假如说啊 台湾这边说 这家企业经验波罗说 我生产的BPG是好的啊 我甚至没有生产过这个BPG 那很简单的BPG哪来的吗 现在他所有的这些公司 中间两个公司就是壳对吧 就是壳 那就是说得有一个地方做电子组装 你得有个厂 那个厂里面得有一条生产线 然后这个生产线 它具备把几千个这种BPG 给弄出来的这样一种能力 它得有工人有培训有上岗 它得是一个完整的正式的工作场地 水电消防设施齐全 你如果只是为了一个单独的计划 你说摩萨德去 我就要建一条这样的厂 我建15年 让他在那维持生产 骗预算不是这么骗的 你知道吧 这个东西 因为你知道你是个保密行动厂啊 你是个保密行动厂啊 除非给他养那种正常单子 就是开发现就像韩国有部电影 几个警察去监视毒贩 开了个炸鸡店 结果毒贩没抓着 自己变成炸鸡网红了 除非你是这种桥段 否则你哪来的电子装配车间 而且这是第一 第二 你这个单子说白了 无非就是你拿几个空的皮包公司 去骗伊朗 去骗珍珠党 然后把他把这个东西绕开 做一个绕开美国监管的动作 从第三方走这种就是灰色贸易路线 给运到这个伊朗那边去 你在这中间只有物流的转换 你可以到那些地方有仓库的 全世界符合这种条件的第三港 究竟有多少 美国记者 不要美国记者 美国政府官员这个 负责制裁的 这不是手拿把掐的吗 你甚至问一问全球做电子加工贸易的人 有几个港口 全世界有几大港口 有相应的班轮 这肯定是走班轮的 如果你走货运航线 那风险更大了 这个暴露的概率更高了 对吧 然后第三就是说 但是你还有一条操作路线 就刚才讲的 因为他这个BPG有一个问题 他那个BPG外面 我听他们说这个外壳 好像是超声波密封的 你要再把它就封上了之后 你再把它拆开 再往里装东西 它不是拧几个螺丝 就能解决的问题 他这个BPG还是属于那种带防水功能的 那有几种可能 有一种很大 就其中包括一种什么可能 也许你台湾那个时候出去的就不是一个整机 它可能就是几个零件 大块做好的 我就收到了个单子 这个单子说你给我5000套零件 就5000套整机零件 大概的模块都是欧的 对吧 然后他放到一个地方去 自己组一班兄弟 就在那做一波组装 这个就是能够均衡的这个情况下面最就是说一种假设 但是我说实话 台湾我们这个时候撇开这个两岸关系 我们就讲就讲从整个国际社会这个角度 你台湾的这家企业 包括台湾当局都搞清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犯众怒的 你这种事情上你是不存在讨好美国或者是讨好以色列的可能 相反就是如果真的就是大概率也不可能把真实的情况 就算是在台湾代工的 我就告诉你说你帮我做 最多就是你会觉得有点怪 那个东西提出了各种各样奇怪怪 跟正常加工要求不一样的一些要求 零件或者说什么用的规格有点有点奇怪 但你也没多问 因为你也知道这个客户也是那种莫名其妙的客户 你也不想惹麻烦 你想安静挣这个钱 但是这个客户闯获了 然后这个客户闯获了 如果你不早先把这件事情说出来 不提早说出来 后面被翻出来的话 你一定是成为背锅的那一个 因为那个客户是由美国罩子的 你是没有的 这个是实事求是的事情 大家这个东西一码归一码 因为责任不在于 就是这个地面的实事求是讲 这个责任不在于生产企业 责任在于想出这个主意 并且去执行和策划的 生产企业肯定是被他利用的一个环节和一个对象 这个大家要将心比心实事求是去讲 你人说人在江湖走哪能不失血 但是你这个东西要及早止损跟切割 千万不要硬顶 包括他交代自己欧洲BAC公司 一开始还翻了两次 像挤牙膏一样的 第一次就说了个BAC 第二次再把全民说出来 这个就说明还有内情 还有内情 就是他知道那家企业是有问题的 我不能一下子把它卖掉 我生怕得罪了后面有背景的人 无非就是这个 现在你就是一次性说清楚 说清楚了以后 你知道什么 你就说什么 你就说到这个程度 说实话大家也没空来为难你 因为所有人都相信 这个东西不太可能是在 金波罗知情统一的情况下 把炸药放进去的 因为你流水线上的员工 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这个是拿他们的生命也在闹风险 你真的要说供应链污染 其中有一种可能是什么 就是你接了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你接了一批单子 这个单子里面有几个零部件 是给你下合同的人给你的 就是说我已经给你采购好了5000套东西 然后你就把这5000东西 装到那个里面去 然后我就给你提前封好了 这个是符合以色列能力的 我可以开发出电路 我可以开发出那种 混装了炸药的 比如说电池 然后你生产的时候 就用这个东西 被我污染过的零部件去做 就可以了 那这个也是一种说法 所以究竟是什么 你台湾这家企业 还有大概一到两次 可以再澄清的机会 你自己想清楚 早点说 说干净了以后 大家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因为大家现在希望抓住的是 那个幕后的凶手 对于中间被利用的 你看包括保加利亚的 匈牙利那个企业 都是你看知道了 你这就是个皮包公司 马上就把你撇掉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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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